富家公子头一次下乡谈生意 可路上却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因为衣服被咖啡弄脏 他只好换上管家给儿子准备的T恤 起初男人并未在意 穿上后还不忘向管家显背一番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件不起眼的衣服将会彻底改变他的一生 可管家告别后 男人独自一人来到农场 刚到这里他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一个妙邻女子正在为奶牛接生 这时 一个小女孩提着一桶水走过来 男人下意识地上前帮忙 可女孩却把她误荡成前来应聘的农场工人 于是便让她帮助母牛生产 男人本想解释 可情况紧急女人根本不给机会 最终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小牛顺利出生 见小牛一切正常女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才想起问男人的身份 看到一旁的老实猎枪 男人只好将到嘴边的话重新咽了回去 因为她就是女人口中所说的那个公司代表 迈克是加州有名的富二代 因为成天无所事事和女人私混 导致她在公司的名声特别的差 许多董事都对她的作风表示不满 为了让儿子能够顺利地继承公司 身为董事长的母亲只好将她派到乡下 替公司去收购一个农场 迈克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没想到处理起来会这么棘手 见安妮的态度如此强硬 迈克只好以工人的身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看能否找到别的突破口 于是她给管家打去了电话 让她在镇上的酒店待几天 并让她搞定真正被安妮顾请的工人曼妮 然而茫茫人还找一个人弹劾容易 正当管家为此发愁时 却发现一个名叫曼妮的人就坐在自己旁边 经过一番沟通之后 曼妮同意了管家开出的条件 但她表示必须解决她这几天的住宿问题 无奈管家只好答应下来 三人在农场附近的一处别墅碰面 和管家说出自己的计划之后 麦克向曼妮请教了许多关于农场的知识 之后她每天在农场里辛苦工作 而曼妮则在别墅里悠闲地打着游戏 然而从小娇生惯养的麦克根本做不来农活 虽然有曼妮在背后为她指导 但麦克还是没能按时完成安妮给她布置的任务 这让本就经济拮据的安妮感到很生气 于是她气冲冲地找到麦克 通过交谈麦克得知 安妮白天除了照看农场 晚上还要去酒吧兼职调酒 麦克听后大为震惊 她不明白这样的生活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安妮 晚上她跟着安妮来到小镇上唯一的酒吧 可刚到这里 就发现安妮正被一个男人纠缠 两人在酒吧里大打出手 直到安妮立声制止 他们才肯停下来 最终麦克被赶出了酒吧 但这次事件过后 安妮对麦克多了一丝好感 而麦克也对这个坚强的女孩 越发的感兴趣 这天麦克在仓库里 发现了一辆哈雷摩托 这让一向喜欢收藏摩托的麦克 欣喜不已 迈克明白失去父亲的痛苦 他让安妮看开一点 他说时间会治愈一切的伤痛 活下来的人都应该好好珍惜当下 麦克的话让安妮内心得到了宽慰 为了感谢昨晚 他在酒吧的出手相助 安妮邀请麦克去家里做客 见安妮交到了新朋友 母亲和妹妹都替他感到开心 从那之后麦克每天都会来家里吃饭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麦克开始逐渐习惯这里的生活 对同活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而在一天天的相处中 麦克与安妮的感情也开始不断升温 母亲看出了女儿的变化 他向麦克表达了感谢 并恳请麦克明年继续在这里工作 然而随着圣诞一天天临近 离任务截止的时间也越来越近 管家催促麦克尽快解决问题 实在不行就用钱搞定 没必要一直在这里浪费时间 工人曼妮也觉得不能再拖下去 应该和安妮坦白一切 耽误的时间越久事情就会变得越糟糕 然而麦克却迟迟下不了决定 因为她已经喜欢上了安妮 正当麦克纠结要不要说出真相时 安妮却将她带到了一个地方 原来因为农场的效益一直不好 安妮的父亲曾想把这里改造成一个葡萄酒庄 为此她特地移植了法国古老的葡萄藤 说着安妮和麦克分享了父亲酿造葡萄酒 在酒精的作用下 安妮逐渐敞开心扉 她向麦克坦白了一切 麦克却安妮接受收购 然后用这笔钱买个更好的农场 可安妮却说自己舍不得这里 因为这片土地承载了太多的情感和回忆 而且他们本来就快找到出路了 但三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却夺走了安妮未婚夫和父亲的生命 同时母亲也确诊了癌症 接连的打击让安妮感到绝望 她不知道未来到底要何去何从 安妮的遭遇让麦克心里五味杂陈 她决定和安妮坦白一切 并提高合同的报价 可看着笑脸明明的安妮 麦克却放下了握着合同的手 接着挺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安妮没有拒绝而是柔顺的迎合 她微微闭上双眼沉浸在这温柔的一刻 就在两人准备更进一步时 妹妹却不合时宜地出现 没等安妮从刚才的情绪中缓过来 她就突然收到手机传来的提示 身患癌症的母亲病情突然恶化 忽如其来的意外让安妮不知所措 她无助地向外大声呼唤 麦克见状赶忙将安妮母亲抱上了车 看着母女俩离去的背影 麦克明白这个家再也无法承受任何变务 是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毅然决然地撕掉了农场收购合同 并挂掉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之后她载着安妮驰骋在小镇的公路上 接着两人来到星空下 喝着那天没喝完的葡萄酒 互相复说着自己的过往经历和人生理想 情到深处他们情不自禁地吻到了一起 然而一场严峻的考验却即将到来 麦克反常的行为很快引起了母亲的注意 隔天玛丽亲自来到了农场 与此同时 安妮也收到了朋友发来的消息 上面全是麦克在加州的相关新闻 没等安妮从刚才的情绪中缓过来 玛丽就已经来到了家里 她直截了当地指出安妮现在的经济情况 并表示会提高收购的报价 只要接受收购一切债务问题会迎刃而解 安妮母亲不忍心女儿再这么辛苦下去 于是她决定忍痛妥协 可安妮却还是不肯签字 目送玛丽离开后 安妮生气地找到麦克 质问她为何要欺骗自己 尽管麦克极力解释 并表示愿意和安妮一同解决难题 可在自尊心的驱使下 安妮还是和麦克说出了刻薄的话 无奈麦克只好先离开这里 再回去好好想办法 可在收拾行李时 管家却发现了那瓶喝剩的葡萄酒 工人曼妮拿起酒品尝了一口 身为资深酒鬼的他惊呆了 因为这是他喝过最好喝的葡萄酒 得知这酒是安妮农场酿造的之后 众人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他们将这瓶酒带到一个酒庄进行了鉴定 品酒是对葡萄酒的味道很满 麦克开心坏了他连夜赶回农场 并将农场改造成葡萄林的想法告诉了安妮 此时的安妮已经走投无路 只能暂且相信麦克的提议 隔天品酒师受邀来到了现场 他先是对葡萄藤进行了仔细考察 接着来到农场里的酒窖 品尝了酒窖里的存酒之后 当即向安妮发出了租赁邀请 而他给出的报价完全足够农场度过难关 不仅如此之后 每年葡萄酒的销售 安妮都能从中拿到分成 农场入不敷出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 搞定了一切之后 麦克向母亲打去了电话 为自己损坏公司的利益致切 可没想到玛丽不但不生气 而为儿子感到欣慰 因为他头一次见到麦克 如此认真做一件事 这证明他让麦克来乡下的决定是对的 圣诞节当天 安妮被母亲和妹妹带到一个仓库 把开门的那一手 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母亲告知这一切都是麦克的杰作 麦克为之前的行为 向安妮真诚的道歉 并果达了这些天在农场的感受 就这样麦克成为了农场的男主 而他们也顺利地将农场改造成了葡萄林 从此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